我小婷 你到底买什么了 刚给你3000块钱怎么又花完了 小婷啊 怎么了 你今晚出去吃吧 出去吃 吃什么呀 火锅烧烤都可以呀 火锅烧烤最少要几百块钱吧 那这个呢 哎呦 我今天不是才给你3000块钱吗 3000块钱 上个礼拜因为那个花花费交了699 然后呢 交了900块钱的保险费 咱一砸吧的一千块钱没了 那还有两千呢 两千把人弟弟结婚了 我们要去嘛 我们身上不能带你钱嘛 我们还随分子呀 那几百块钱不可以了吗 几百块钱怎么行呢 那你准备包多少啊 我这样想的 我明明年纪不就重嘛 我们包一千五吧 然后我你五百块钱先用着 到时候你发工资再给你生活费给我行吗 一千我包这么多啊 我们这边只要几百块钱 五百六百就可以了 长辈就八百一千呢 我明明不行啊 我明明随分子不都重嘛 因为不知道 你几百块钱怎么拿得出手呢 你给我两千块钱 我想啊 包一千五 要不如钱少 肯定多包一点 还多包一点 太少了 我两天 那我们几号走啊 那你是去的吧 那我们就一家都要去 那明明帝要带着对吧 对啊 肯定带着啊 那就这样呢 就是 今天票子不好买嘞 今天都一号嘞 你看 我想呢 我们四号去吧 因为弟弟不是六号结婚吗 四号去 因为明明坐一天坐肯定很累嘛 然后五号歇一天嘛 对吧 然后六号成家弟弟的婚礼 七号要赶回来 一夜八号要上学了 你觉得行不行 行的话我们就赶紧订票吧 今天都几号了 票都没定 我真是服了你 前两天不是没见到你人吗 你上夜半跟你说不上话 但是我自己订的票啊 你又说我不经过你同意 不是 你有没有出口门啊 可惜你这个票有多难选 你知不知道 你别再捡了 别捡了 有票 你看 票都都很难 赶紧订啊 我们坐几点的 七点四十到八点半的都有 我们到火车还有点距离 不能太早 那我们就盯着八点五十三九点了吧 不然的话 去到那个时候要太迟了 行吗 可以赶紧订吧 订不上了 知道了 订好了吗 订好了 还好订上了 不然你麻烦了 我跟你讲 我说 我没想到嘛 来 给你 这是干嘛 你报到一清 我信不信臭不臭的 就是嘛 我就赶紧嘛 那行 那就给我吃费吧 对啊 好吧 来 我说了 天气不早了 赶紧出去吃吧 算了 我们现在出的都要化成的地方 不出去了 再加随便吃一点 好久没出去了 那行嘛 那我们出去玩一玩 然后不吃火锅烧烤了 就是 吃点小吃吧 行吧 我说你减肥不得拖着我减肥吧 我要吃肉 你吃点串子 就随便吃一点 别再我们吃点火锅烧烤了 那起步都好几百 我们就吃点 行吗 那我顺利想玩啊 行吗 好 给吧 那行 那我换点衣服啊 好 那我这就有了 好 来 这就煮了 好 来吧 这个好 来吧 好 那我看 这就煮了 好 来就吃 好 来 快 ¿ 那我说 好 那我吃 好 那你吃 好 那我吃